今天的五叉是炖了一锅西红柿腐竹宝 腐竹被浓郁的番茄汁包裹 口感软嫩,酸香开胃 汤汁非常的诱人 用来拌饭也非常好吃 先准备一把干腐竹 包容大一点的盆中 加一勺盐 倒入能把腐竹轻泡住的温水 水温的话就是在40-50度之间都可以 将盐搅拌均匀 再用一个盘子压到腐竹上面 让腐竹完全轻泡在水中就可以了 耐心等待个20分钟 这个时间我们来准备一点配菜 碗中打三个鸡蛋 加一小勺盐搅闪备用 准备三个普罗旺斯西红柿 去皮后切块 五朵香菇洗干净了也切成片 五花肉一小块就够了呀 也切成片 再准备一点葱蒜香菜末 现在腐竹已经完全泡胀了呀 用流动的清水给它冲洗一下 稍微的挤捏出水分 切成长段 将鸡蛋液倒到腐竹里面 充分的给它拌一拌 让每一根腐竹都能裹上一层蛋液 起锅热油 油热了就把腐竹倒进来煎一煎 让蛋液定型 微微的焦黄后就给它盛出来呀 起锅热油 油热了下午 五花肉炒出香味 煸炒出了好多油啊 把这个多余的油给它盛出来 不然汤就有点油腻啊 倒入葱蒜末爆香 倒入西红柿翻炒 加一小勺盐能更快的出汁 可以用锅铲稍微的按压一下 接着倒一大碗水 再加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一勺鸡精 把切好的香菇和煎好的腐竹都倒进来啊 烧开后转中小火 煤煮个六分钟左右 可以尝一下汤汁的咸淡呢 淡的话就加点盐调味 再撒上葱段 最后放点香菜点缀一下 就可以出锅了 清淡又营养啊 一道非常适合春天吃的菜 比大鱼大肉真的好吃多了 腐竹口感软嫩 汤汁酸香开胃 用来拌米饭也是一绝